既然中国是出在上升当中 那么中国自然就是美国的对手 这我们不这么认为 我们认为中美两国都可以为对方的成功做出贡献 也都可以从对方的成功当中获益 就是说这两个关系是可以互取上人的 所以你刚才提到了欧巴马总统这个说法 那么我们觉得这样一个说法是积极的 是符合事实的 对 这次欧巴马总统的亚洲执行的一半的时间是在中国 所以也有人称这次欧巴马的亚洲执行 尤其是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叫欧巴马访华 是打破传统的一次访问 相关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从老布什到随后继任的克林顿和小布什 中美关系稳步向前发展 而由老布什开始的美国总统第二年访华 也因此成为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传统 如今欧巴马却变得与众不同 在他上任的半年多时间里 美国先后有四位部长及官员 以及一位议长访华 而奥巴马也先后在伦敦和匹兹堡 会晤了参加G20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做足了热身运动之后 11月15号 奥巴马前来中国 这个举动打破了美国历任总统 在任期第一年没有访华经历的传统 有分析认为 这是因为中美共同利益正在发生变迁 中国要素在美国国内和国际利益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们两国将从其他成员一道 全面落实历次峰会的成果 不断加强20国际团 在全球经济治理当中的作用 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以防范和应对未来的危机 王教授我们注意到呢 有人说这次奥巴马对中国的访问 是一个重新定位之旅 他是抱着这个渴望了解这个态度来中国 您分析一下为什么奥巴马这次这么重视对中国的访问 我觉得过去奥巴马呀 他虽然耳闻虽然了解了相当多的 有关中国的发展中国学习材料 但他确实从来没有来过中国 而且以往的美国的传统啊 他欧洲总是他第一中心 那么这一次他在美国历届总统中间 第一个声称自己是亚太总统 美国要重探亚洲 而且在这次在亚洲自行中间一半的行程呢 放在中国确实实我感觉他有一种了解 学习探索这样一个充满活力 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又确实有很神秘 有很多方面了 他并不是很了解的这样一个形象 因此我觉得面对中国的崛起 中国在地区全球事务中的这种日益壮大吧 美国新总统他确实需要 对美国新总统